大飛翰天 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在登塔當中 唯一還有餘力救中國的只有香港 香港為一帶一路作出貢獻 很多的法律上高甚至有很多香港的公司 事實上也都參與了一帶一路的建設 雖然你看到有幾個地方 香港的投資已經變了廢紙 但是始終都是深系祖國 現在大灣區經濟也走過來 無論是深圳 深圳的人口負增長 就是說人口在44年裡面第一次看到 在那裡縮減 無論是9803甚至0813年這些日子 深圳的人口急速地增長 來到今年竟然是開始有人口撤離 就是說深圳已經不行 廣州也都是 廣交所 廣交會人流缺乏 雖然說訂單未必在這裡下 但是不多不少 你都會有些新的客人 動態清零之後 你看到廣州的門市 基本上都清零 那何況東莞 東莞號稱世界工廠 結果廠房十失九空 來到維州 維州今時今日再推爛 美房地產 甚至推出什麼 推出寧願扣樓 就是說你們如果是香港人 你上去 免首期還送兩萬元回鎮的律師費 還限定每一個月 確保到你供四千元就可以了 借住這樣 你見到這幾天大量的旅行團 扣樓團 香港不停地出發 你也都見到我們空姐牛肉飯 你見到我們大波man 直接這樣告訴大家 我不幹了 我回去搞旅行團 我做大灣區的房地產 再發一筆連華記都參與 是否成功呢 即是說 現在真真正正就是香港救大灣區 每個人都以大灣區先走 但是行不行 現在中國不是只有一個大灣區 還有的當然就是長江經濟大 所謂長江經濟大 中國現在的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在法律在融資上高幫手 雖然看著它大灣區也是靠香港頂住 接著現在重慶 重慶是即核市 但是它就是長江經濟大的重要戰略 聯結的地點 現在香港和重慶兩地政府 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在一帶一路建設 金融法律十一個領域加強合作 但與過往的備忘錄不同 重慶和香港加入了政治要求 包括遵守國家憲法 那國家憲法是什麼 自由民主啦 集會啦 即是很難遵守的 是不是 言論自由啦 遊行示威啦 以習近平思想為主導 落實愛國者治港等原則和政治政策 其後才是堅持市場主導 政府引導的原則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習近平主導 那何來跟著到市場主導呢 寫是這樣寫啦 還不知習近平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是這句也都明顯這樣 就是重慶是中國最大的直轄市 他今時今日主導了整個長江的經濟圈 他已經頂不住 那怎樣啊 香港又再延伸 解救他們的經濟 我不知道 即是說 究竟我們香港 還可以走得多遠 財政儲備的孤竭 香港已經淪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 只不過還拿著多少的錢而已 實際上 已經 再不是好像會生金蛋的我 中國也都不需要你 但是 在政治底下 不需要你 但是經濟上高 又不停伸大手 喂 你頂住頂住 我不知道 香港 錢從何來 我不知道 香港還可以頂得多久 今時今日 一帶一路 大灣區 還要加上 加上 長江經濟大 真是相當佩服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臣 大臣 需要大家的支持 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的價值 就是 我們是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就是 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我們就是中西匯瑞 但是 當香港極速的政治化 將香港所有的手手腳腳 斬下來的時候 今時今日 中共 是希望 香港能夠支援 一帶一路 幫 爛美工程 收收補補 為 大灣區 大灣區的經濟 崩潰 作出 某一部分的貢獻 今時今日 長江經濟大 又需要香港的支援 但是 哪一個令到香港 最主要的功能沒有了 哪一個令到香港 的東方之珠 變成了明日王花 到今時今日 所做任何的一切 都是以政治行星 這樣你問我 香港憑什麼 或者 何德何能 還可以 好像過往那樣 挽救 中國 於美時 毛澤東 不敢做 江澤民不敢做 江澤民不敢做 胡錦濤不敢做 鄧小平都不敢做 習近平做了 將香港 將香港 正式這樣 變成了 一個中國 愛國者自國 你需要我的時候 你需要我的時候 但是 我已經不是 萬人敬仰 萬人愛慕的 東方之珠 現在 現在只不過 是中國一個普通城市 節目最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